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岛发酵俱乐部 相信很多人在接触精酿啤酒一段时间后 都好奇或思考过一个问题 波特和士涛这两种风格 有着同样深色的酒体 使用相同的发酵方式 那它们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甚至说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区别呢? 这期视频就让我们看看波特和士涛的前世今生 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在工业革命之前 大宗物品很难实现跨区域快速运输 也还没有啤酒风格这一说法 今天大家口中不同风格的啤酒 大多就是当时不同地区的酿酒商 因应本地原料、环境而酿造的不同啤酒的变种而已 比如布鲁塞尔地区的兰比克 柏林地区的酸小麦 科隆地区的科隆啤酒等等 在当时的英格兰地区也同样如此 大部分的酿酒厂或酒馆都没有啤酒风格的概念 市面上售卖的啤酒无外乎两种 mild和style mild可以理解为年轻的新鲜的啤酒 而顾名思义style就是存放了一段时间的啤酒 除了新鲜程度 较藏时间的不同 mild和style在其他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规范和限制 颜色可以是深的 也可以是浅的 口味可以是偏干偏苦的 也可以是偏饱满的偏甜的 另外当时的酒厂只负责酿造和初步发酵的部分 啤酒出厂时大多还是未完全成熟的状态 需要在啤酒供应商或酒馆那里进行最后的熟成及勾兑 再出售给消费者 这就使得各个酒厂和最终的啤酒消费者之间存在着脱节 酒厂不仅无法完全掌控啤酒在出售时的品质 也把大量的利润让给了供应商或酒馆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 参与改变这种供销模式的就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波特 波特最初的起源通常被认为是在1721年左右 有几家伦敦的酒厂共同发起 他们一改往日的做法 创造出了一种出场就能被饮用的啤酒 这种啤酒有着深棕色的酒体 丰富的麦芽香味 酒花风味也比其他的啤酒更为明显 并有着浓郁的口感和较高的酒精度 它一经推出便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尤其是伦敦街头及码头的运输工人这个群体 于是这种风格的啤酒就以它的主要消费群体命名 被称之为波特 除了是最早的开桶寄饮的啤酒之一 波特还在原料上有着明显的特点 在18世纪的英国 酿酒厂只会使用棕色麦芽来酿造波特 棕色麦芽给波特带来了 它最为标志性的焦糖蜂蜜的风味 但同时棕色的颜色代表了它的烘烤程度较高 换句话说就是麦芽中有很大一部分的酶 已经在烘烤过程中变性失活了 这就导致最终的啤酒中会有较多的不可发酵糖 但从酿造效率上讲会低于浅色麦芽 另一方面从18世纪以来 英国连年征战 是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粮食短缺的问题 作为啤酒原料的麦芽也因此一直保持着高税率 很多酒厂在这段时间都逐渐放弃了全棕色麦芽的配方 转而使用大量浅色麦芽配合少量深色麦芽的做法 或者直接加入糖或糖浆以提升原脉质的浓度 不过这样的做法没能维持太久 1816年英国颁布的限制啤酒酿酿原料的法律 可以被视为是英国版的啤酒纯酿法 法律规定酿酒原料中不能加入麦芽之外的东西来提升麦芝浓度 然而这样的法律恰恰激发了行业革新的步伐 仅仅一年后 制作黑色麦芽的技术被注册成专利 这是一种经过深度烘烤的麦芽 只需在酿酒时加入很少的剂量 就可以将麦芝染成很深的颜色 并引入烘烤的味道 黑色麦芽的问世大大改变了包括波特在内 一系列深色啤酒的酿道方式 有一部分酒厂甚至完全放弃了棕色麦芽 在配方中使用大量淡色麦芽加入少量黑色麦芽酿造 这使得酒体中不可发酵糖的比例有所降低 进而导致酒体更干 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酒厂选择贴近传统 仍然保留一定量的棕色麦芽在配方中 酒体也因此更为饱满 两种酿造配方便这样逐渐开始分化 不过说了这么多还是在讲波特 那诗涛跟这一切有什么联系呢 如果单说诗涛这个词 那它的出现可能比波特还要更早一些 最初stout只是一个形容词 用来形容口味更重 酒精度更高的啤酒 而且诗涛可以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啤酒 也就是说可以有诗涛淡色艾尔 诗涛棕色艾尔以此类推 于是当波特流行之后 自然也就出现了诗涛波特这一事物 有一段时间诗涛波特和波特 共同存在于市场上 但慢慢的 由于这两款酒都太过于流行 以至于大家一提起诗涛 想到的就是加重版的波特 诗涛已经有本来的形容词演变成了一个名词 于是诗涛和波特的叫法就这样传播开来 但说到底诗涛在这时也仅仅是加重版的波特 真正导致诗涛和波特分化的 就是上面提到的黑色麦芽 话说波特的英格兰的流行 使它迅速传入了周边地区 当然也就包括了一个海峡之隔的爱尔兰 于是爱尔兰的各个酒厂 纷纷开始酿造这个风格的啤酒 起初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酒厂 在酿造波特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变化始于黑色麦芽被发明之后 大部分的酒厂开始减少棕色麦芽在配方中的占比 但爱尔兰的酒厂老板们普遍更加激进 觉得一少部分的黑色麦芽加大量的淡色麦芽 就足以酿出颜色优黑风味十足的啤酒 根本不需要加入效率不高的棕色麦芽 而另一边 大量的英格兰酒厂选择遵从传统 即使使用黑色麦芽 也依然保留少量棕色麦芽在配方中 这点小小的不同 使得爱尔兰版本的酒体更干 而英格兰版本则依然保留着较多类似焦糖蜂蜜的甜味 另外 由于受粮食短缺的影响 英格兰的酒厂们一再降低波特的酒精度 而受影响较小的爱尔兰酒厂们 则以将高酒精度的特点延续下来 于是 两个地方的深色啤酒开始分化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由于更干的口感和更高的酒精度 爱尔兰版本的深色啤酒 开始被大家称作爱尔兰干石套 而英格兰的版本则更多的被称作London Porter 或者English Porter 这样的分化也从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 被一部分人用作划分士涛和波特的标准 导致这样分化的因素有很多 就像之前提到的 有黑色麦芽的出现 有消费者的选择 也有两地社会和法律的不同 但不容忽视的 当然也有那些跳出框架 去创新的酿酒师和酒厂老板们 他们之中领头的那一位 大家一定认识 就是在都柏林运营自己酒厂的Arthur Guinness 没错 就是Guinness酒厂的创始人 可以说Guinness酒厂对于士涛成为一种 风靡世界的啤酒风格 鞠躬之伪 这其中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们之后找时间再聊 就这样 士涛从波特这个大类中分化出来 逐渐变成流行于世界各地的一种啤酒 也因应不同口味 不同地区的消费者 衍生出了很多细分品类 包括前面提到的爱尔兰干士涛 以及甜士涛 俄罗斯帝国士涛 出口增料士涛等等 直至今日 各式各样的士涛组成了现代啤酒中 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家族 相信每一个啤酒爱好者 都能说出一款自己最喜欢的士涛吧 反观波特这一边 他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停留在大不列颠群岛 虽然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也曾有出现过 但流行度一直不能和他的后继者石涛比肩 尤其是19世纪的美国改良版波特 在20世纪初就彻底被盯在了禁酒令的封条后边 如今已成为历史 另外由于二战的到来 英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 在战争期间一直到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全面实行配给制度 使得波特几乎在啤酒市场销声匿迹 但人类的审美总是在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循环 啤酒风格也不例外 1972年来自美国的酒厂Anker Brewing Company 发售了一款名叫Anker Porter的酒 并在1974年推出了瓶装版本 在工业啤酒的丛林中 把这种口感浓郁 味道香甜的深色啤酒 再次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Anker Porter的出现正式掀起了波特复兴的潮流 他也成了现代美式波特这一风格的开创者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翻我们第一期视频 为什么惊讶啤酒革命诞生在美国 里面有Anker酒厂更详细的介绍 那回到波特 另一边 英国作为波特的发源地 也有越来越多的酒厂 重新找出了陈峰的配方 再次开始酿造英式波特 Fullers在1996年推出的London Porter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时至今日 不管是波特还是士涛 都随着精酿啤酒运动的兴起 流行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原料的发展和进步 也让波特的配方不再受限于棕色麦芽 更多的酿酒师认为 是否使用深度烘烤的谷物 比如烤大麦 是判断一款酒是士涛还是波特的标准 有就是士涛 没有就是波特 这回答了我们开头扔出来的那个问题 要区分士涛还是波特 大部分人都认同 应该从有没有明显的烘烤味入手 有明显的烘烤 咖啡甚至烧焦的味道 就应该算士涛 相反 如果突出的是焦糖 蜂蜜 深色水果的味道 那就应该算是波特 同时 也可以从颜色上进一步分辨 黑不见首的通常是士涛 能够隐约透出一点深红或深棕色的 则是波特 但说了这么多 大家千万别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标准 我们能见到很多酒款中 波特和士涛的名字都可以互换使用 也有酿酒师认为 由于原料的多样化 波特和士涛在今天的语境中 根本不需要再做区分 毕竟不论是波特还是士涛 波特还是斯涛 仅仅都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而已 找到一款和自己口味的酒 比纠结于字眼有意思太多了 所以让我们赶快结束这期咬文饺子的视频吧 这里是小岛发酵俱乐部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各种形式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